你怎么知道他八百多岁 那你究竟有多大岁数呢 臣嘛 也就比他大那么一二十岁吧 哦 还不算太老 朕初次见到你 你还是个年轻人 现在 禀发已经有些发白了 如果找这个速度老下去 八百年 你将要老成什么样子 一拍胡言 哎呀 陛下一眼就看破了我的破绽 是个很明白的人嘛 哎 怎么到了鸾大面前 就他说什么 您就信什么呢 连我这么聪明的人 都弄不懂其中的道理了 鬼神之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这种事情 恐怕是无法插队 而朕 确实希望完大 能真的找来神仙 好叫朕 长生不老之术啊 陛下习记长生 那乃人之常情 可也不能用亲生的女儿 去讨好卵大 可是 可是朕 挡着那么多大臣的面 答应卵大了 陛下的面子要紧 公主的终身就不要紧了吗 嗯 用朕 再好好权衡一下 陈 今天已经说的太多了 陈暂且告辞 爱卿 爱卿 朕明白你说话是出于好意 朕 可没有生你的气啊 陛下 有什么心事吗 今天东方朔 对朕说了一番话 是朕觉得 答应把公主 嫁给卵大 实在是草率了一点 这又何难呢 哎 待本神仙亲自与公主 见上一面 我就不信 他不被我迷住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从此不信鸾 哈哈 看看又吹 那公主 当年爱的是 镖记将军 获取命 那小伙子 可是个盖世英雄啊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你凭什么赢得公主的方心啊 啊 归有归路 蛇有蛇路 我呀 我有我的办法 哈哈哈哈 想必鸾兄啊 一定是另有高招 神仙托梦对我说 婚姻不可强求 既然公主不愿意 同床异梦又有何意啊 然而神仙使者不能忍受被拒绝的羞辱 所以今天我准备就离开宫廷 就此向陛下告别了 先生不要急躁啊 这事还容朕从长计议呢 嘿 嘿 其实我与公主确实有一段天赐姻缘 只是他肉体凡胎 不解此中玄妙 若陛下能让我和公主见上一面 或许他会立刻回心转意 公主殿下 鸾大海外云游数百年 跃尽天上人间悲欢离合 今日能在此与公主会面 就是无上的缘分 请公主开口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要求 我 我只有一个要求 先生若能为我招来表哥的亡魂 让我与他当面告别 路边以此身相许 报答先生的大恩大德 这又何难 穿越阴阳之阁 对于我来说 就如同跨越门槛一样容易 如果公主真做了我的娘子 我可以让你天天与镖旗将军相见 那就请先生即可施展法术 让我和表哥相会吧 此要很苦 请公主服下后 安坐片刻 容我施法 请先生即可施展法 请先生即可施展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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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我看你来了 这 表妹 表妹 表哥 表哥 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 我想死你了 你先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陛下 陛下 公主她 她怎么了 她 孩子 父皇 明天 就让我们完婚吧 我与公主天赐良缘 还望陛下 玉成 皇帝赵曰 武力将军 乐通侯卵大 法力广大 卓尊称为天室将军 帝室将军 大通将军 赐以印 钦辞 谢陛下 陛下 家宝 陛下来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平身 快快平身 先去 快快起来呀 啊 陛下 我的婚礼 怎么竟敢牢狱驾亲临 我实在是不敢当啊 从此以后 你跟朕就是一家人了 朕 朕 朕能不来呢 啊 啊 陛下请 好 我去一下就来 啊 啊 长安城中的险要 几乎都到齐了嘛 啊 前等前来恭贺 鸾将军一堂公主婚礼啊 啊 好 东方硕 你过来 陛下 东方硕 这件事 依你看来 到底合适 还是不合适啊 陛下 生米已成熟饭 合适不合适都得将就 陛下就静观其变好了 朕就是想不明白 公主一眨眼就离不开乱大了 这里面 不会有什么蹊跷吧 哈哈哈哈 所谓神出鬼没者 就是与鬼神打交道 不可常理论之吗 你说那是正话还是反话 正反既是阴阳 没有正哪来的反 没有反 又怎么会有正 哈哈哈哈 费姐呀 皇后 外甥你一嫁到神仙家 马上就沾到仙气了 你瞧她那神气怪怪的 大姐 你可别瞎说 这个女婿是皇上亲自找的 谁也不能议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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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是出去吧 哎呀 哎呀 我这还有事情啊 哎呀 哎呀 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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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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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原谅 请原谅 啊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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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夫妻还有事要办哪 诸位 请 诸位 请 请 好好 好好 再一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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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 陆军 快试法吧 要 要呢 要 要 要 给我 欸 你说朕要求仙 也就只有指望卵大了吧 臣妾也听出了那卵大 法力广大之事 臣妾想 只要陛下信任他 后代他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为陛下寻找神仙 求得长生不老 要放的 来人啊 来人 来人啊 陛下 陛下 传朕执意 再受卵大为天道大将军 孙子 陛下 这可是半夜时分呢 真等不到天亮了 受卵将军应信时 免君臣之礼 一切都要依照神仙的规矩办 孙子 皇帝赵爷 加封卵大为天道将军 受御印 钦此 钦此 谢皇帝 鞭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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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常往泰山祭祀,三,要建百丈之高的高楼,招来神仙,因为神仙喜欢居住在高楼之上,楼上至九天道士一百人。 平时替陛下祈祷,神仙来了,便可通报,四,要挖凿巨湖,湖中修蓬莱,方丈,迎周,三座仙山便直灵芝。 五,要星柱插入云霄的通天台,台上用铜柱神仙雕像,神仙双手高举掌心向上,脱玉制的成路盘,承受云中露珠,用着露珠搅拌碧玉的粉末喝下,坚持下去就可以一寿延年,就可以长生不老。 真,还未见到神仙,就已尝到一点神仙的滋味了。 只要陛下,只要陛下耐心等待,一会儿会像轩辕皇帝那样,成龙登天呐。 如果真能那样的话,朕抛弃妻子就像抛弃破鞋子一样。 你看,那像什么?像一匹马?对。像一匹天马呀。对,就是天马。 朕,朕若能成此天马,遨游久休。那该是何等的歉意之事呀? 不如一折,十有八九。人世间,又到哪里去寻天马呢? 陛下,人世间确实有天马。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陈当年云游西域,在大网国见过一种极高大雄俊的马蹄,奔跑起来好像飞腾啊。 不约天马,又因为这种马出汗如雪,所以又名汉血马。 汉血马? 皇后娘娘驾到。 她这个时候来干嘛? 陛下,您到外面去跟皇后说话吧。 臣妾自有孕在身,总是困倦得很。 皇后,乃一国之母。 你若不迎戒,岂不失了尊卑之礼? 也得朕不尊重啊。 多亏陛下提醒,臣妾险些做出违背公平礼法的事情。 臣妾马上到门外去迎候皇后娘娘。 朕知道你不仅容貌绝代, 不仅容貌,而且深明礼。 臣妾,拜见陛下。 好,快快平真。 臣妾叩拜皇后娘娘。 你我姐妹,就免了这个礼节吧。 皇后,请坐下。 皇后乃一国之母, 让她大礼参拜也是应该的吗? 也是。 来,坐下。 臣妾叩拜皇后娘娘, 请起吧。 皇后来此, 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臣妾听说李夫人已有身孕, 特来探望。 臣妾谢过皇后娘娘。 妹妹普进皇宫, 就为皇上怀上了皇子, 实在是值得庆贺。 臣妾能怀上皇子, 前世蒙皇上与陆之恩, 脱娘娘的红福。 像妹妹这样的聪慧美貌, 将来生下皇子, 也一定是健壮又聪明的。 是啊, 朕的儿子, 当然是一个比一个健壮。 聪儿资质平庸, 都是臣妾教养不当所致。 请陛下降罪臣妾, 而不要责怪聪儿。 哎呀, 朕不过随口说了一句,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聪儿稳重安详, 必然会是天下太平, 不会叫朕忧虑的。 若论开创基业, 他可能欠缺了一些。 但如果要找一守城的君主, 那有谁又比聪儿更贤明呢? 臣妾拜聪儿叩谢天恩。 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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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奉旨出使, 历尽艰辛, 才到了大碗国的都城, 见到了大碗国的国王。 我们提出, 用金马与他们换汉血马, 不料大碗君臣一致拒绝, 而且还恶语伤人。 他说, 天马乃大碗国宝, 汉朝虽然强大, 也不能践踏小国的尊严, 夺人所爱, 使臣愤怒, 就当着大碗国君的面, 砸碎了金马, 率我们登上归途。 不行, 那大碗人随后出城追杀呀, 小人, 只身逃脱, 使臣, 即全部随从, 无以幸免于难哪。 我大汉世界出使恶国, 接受礼遇, 纵使交恶, 也不知被全部杀戮, 不剩一个。 这奇耻大辱, 若不报复, 朕还有什么脸面? 大汉还有什么脸面? 你下去吧, 谢陛下。 陛下, 据臣所知, 大碗国兵力微弱, 不需出动大军, 只需拨精灵三千, 携钱弓硬弩, 许大碗国, 比势如破竹。 当年, 赵破奴只用七百青旗, 就升起了楼兰王。 三千勇士可破大碗的话, 并不夸张。 陛下, 陈以为, 老师远征, 随敌人弱小, 却万万不可轻视, 因为路途遥远, 又要翻越戈壁大漠, 资重粮草, 难以运输, 孤军深入不毛之地, 即使不作战, 士族且难以生存, 更何况要去对付熟悉环境的顽敌。 大将军, 就不闻鸣笛之声, 竟然想重新变成一个雀懦的牧羊人吗? 陛下, 臣年纪健长, 年轻时的锋芒锐气可能越来越少, 但如果匈奴重新入侵, 臣必定身先士卒, 随万死而不辞, 以为那是保卫我大汉疆土的驿站, 仅为一匹骏马, 竟不惜攻打远在天边, 与我们很少往来的国家, 这不符合古代圣明帝王的用兵之道, 臣欠以为陛下所不举, 你以为, 朕不用你, 就无人领兵出征了吗? 你走吧, 朕就不信, 一个小小的大碗竟拿不下来, 臣惹怒陛下罪该万死, 暂且告退。 何人愿为朕去夺取汉蟹马呀? 这边, 我, 离开魏卿, 你们就不会打仗了吗? 陛下! 我给您举药一人, 领兵出征, 保管大吉大利, 大获全胜。 谁呀? 李广丽。 李广丽, 从无统兵作战的经验, 恐怕, 是难以担当重任吧? 陛下, 用李广丽为将, 这是神仙在梦中跟我说的。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朕就封李广丽为二师将军, 统兵出征, 夺取汉蟹马。 臣灵之谢恩。 我说, 蓝大, 你装身弄鬼的也太过分了吧? 你说这仗怎么打, 我怎么知道啊? 你在皇上面前出这种馊主意, 我说, 你是不是想看我们的笑话呀? 我说,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 眼看我毛话的事情, 一步一步就要实现了。 你妹子受到皇上宠幸, 已经怀上了孩子, 你哥哥每天陪伴皇上, 任何重大事可以马上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我做了皇上的女婿, 又代表了神仙, 在皇上面前说一步二, 你要是在立下战功, 这将来还怕不能取代魏卿。 到那时候, 你妹子生的儿子必然遇于母贵, 这太子之位, 岂不就落在你李家外甥的屁股底下啦? 你现在不豁出性命去拼一拼, 你是不想当国舅了, 是吧? 你说还能行吗? 鸾兄说的有理, 我们虽然出身卑贱, 令朝中大臣轻视, 但你想想, 魏皇后和大将军魏卿, 当年身为奴隶, 岂不是比我们更卑贱? 你应该自己努力, 夺取功名, 作为立身之本。 再加上咱妹子, 审得皇上的恩宠, 说不定李氏真有发达的那一天哪。 兄弟, 这事儿只能靠你了, 做哥哥的是个废人, 顶多能帮你出出主意, 当个耳目。 你哥说的这才叫明白话, 怎么样? 日后显贵了, 不会忘了我的恩德吧? 好, 老子就去撞撞大运。 我想这跟赌钱没什么两样, 老子在朝中抬不起头, 直不起腰, 活得窝囊啊。 对啊。 我看魏皇后, 如今的气色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兄弟, 你好好干吧, 我们出头之日快到了。 快到了。 朕这次任命李寡立为家, 也有私心啊。 臣妾知道。 你知道什么? 说给朕听听。 陛下深爱臣妾, 所以把立功的机会给了臣妾的兄长。 我二哥此去大碗, 若夺得了天马, 陛下一定会重重地奖赏他的。 这样, 不但臣妾的兄长得到着身, 臣妾也增加了许多的荣耀。 陛下带臣妾一门, 如此用心良苦, 天恩浩荡, 臣妾心里完全明白。 你可真是钻到朕的肚子里去了, 朕的五脏六肺都让你摸得清清楚楚。 不过, 为文拓起见, 还得让李广丽多带些人马。 给他两万人马。 这样李广丽夺取天马, 就如同探当取物一样的你了。 陛下设想得如此周到, 臣妾, 你们有别的什么可报答的? 这一位陛下, 生上一个像您一样聪明健壮的儿子, 才进了春期的本。 或许天意如此, 也未可知。 想当年, 陛下的亲娘王太后, 以一个在交的夫人的身份进宫, 不也生下了像陛下这样的英明之主吗? 艾妃想得过于遥远了。 朕出生的时候, 有很多详异之兆, 证明朕是天命所归, 要做皇帝, 可不是健壮聪明就行啊? 臣妾不该胡思乱想, 反扰陛下。 你这样想, 也很自然, 朕何尝不希望儿子一个比一个强啊? 但是你必须记住, 作为皇妃, 首先不能忘记做女人的本分, 那就是让你的丈夫高兴。 更何况, 你的丈夫是天下之主, 大汉的皇帝呢? 臣妾记下了, 臣妾一定将皇帝, 死后的舒舒服服, 以报答陛下对我兄妹的恩典。 你能这样做, 正是朕所希望的。 朕心里烦得很, 你们跟朕说说话。 陛下, 还是您先说为好。 你随票起将军翻过大沙漠, 依你看来, 二十将军此次出征西域, 能不能取胜呢? 陛下, 估计远征只能依赖陛下的神威和上天的护友, 谁也不敢说稳操胜券呢。 陛下, 您何必忧心忡忡, 臣看胜了更好, 不胜就算得个教训。 哼, 你说得倒轻松, 每次对外用兵, 都要震动天下多少臣民呢? 国库里还要花多少钱呢? 陛下, 这国库里的钱财本身就是给陛下您用的嘛。 俗话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若说天下万民, 那不过是蝼蚁一般卑贱的生命, 哪里用得着陛下您替他们担心呢? 先生又在用反话接阵吗? 以先生看, 阵算个什么样的君主呢? 陛下当然是五帝三皇那样的圣民之主啊, 我想古代很多圣贤之士都后悔他们没有出生在这个年代, 否则他们都可以得到重用啊。 比如说, 您可以用周公弹做丞相, 封孔夫子做御氏大夫, 将太公给您当大将军, 后继做您的大私农, 依银做少府, 伯仪主持祭祀, 管仲管理内务, 鲁班为您修建宫殿, 白礼西管理外藩蜀国, 柳夏慧教化天下臣民, 孙叔傲去辅佐诸侯王, 后裔当您的御林军教头。 要是果然如此, 那就是实权实美了。 先生的意思朕明白了, 重要的是不在于有没有人才, 而在于如何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 陛下, 臣整理了祖父和家父留下的历史记载, 臣认为当今一朝, 确实是自东周土崩瓦解以来最富强稳定的时代, 这全来陛下的阴明和威严。 你准备把这些想法都写下来吗? 是的, 臣要写一部像春秋那样的史书, 这还是家父的医院, 他为此留下了许多记载。 可是, 臣感到最困惑的是, 评论过去年代的人与事, 臣以为很容易, 而要把目前的许多事情写好, 却非常困难。 特别是涉及到朝中掌握权力的那些人, 总使臣时时有无从下笔之感。 既要真实地记录历史, 又要以恶扬善, 不要把坏的榜样留给后世, 你的工作也不容易吗? 陛下! 陛下! 修成君之子, 也就是陛下的亲外甥, 死到前年一案, 不知如何量刑, 请陛下。 夫人, 陛下驾到。 大姐, 大姐染病, 朕刚刚听说, 马上赶来探望, 你安静地躺着吧。 你先退下。 陛下日理万机, 竟还为了臣妾的笑事, 赖子看护, 臣妾真是感激体力。 守族之情, 朕不敢忘了, 母后临死前的铸托, 朕总是挂在心中的。 我这边, 我这边眼看好不了了, 只求陛下, 不要忘了, 管照, 管照我的儿子。 朕正是为了此事而来的。 说外省在外面结交民间豪强大族, 他们撕造钱币, 反正前不久发布的法令, 此罪应斩首示众, 而且不能赦免。 朕前来, 就是想与你核对一下。 还请大姐, 务必将真实情况告诉你朕。 臣妾不敢欺瞒陛下, 却又此事。 我管不住这孩子了, 都是我的罪过。 只求陛下, 把当年答应下的去办, 将我的乌债, 天产, 全部收脚冲锋, 为你外申闭嘴。 千万留, 留下他一条活路啊。 大姐啊, 想来, 还怪朕不该多事。 当年, 如果不是听了寒烟的话, 跑去把你接来。 现在你们一家人, 还过着吃抗面菜的苦日子, 这反而不会有祸事。 如今, 百声万发, 朕若网开一面, 必让天下人说三道四。 朕若铁面无私, 依法行事。 有这么对的心仪, 和死去的母后呢? 作为有为难, 还管大姐, 帮我那个主意吗? 陛下的意思, 我明白了, 既然不能良缺, 当然是以国法为主。 我的儿啊, 我也活不下去了。 大姐, 还是保重身体啊。 陛下不为亲情而非法, 这是可以作为万事楷模的德行。 臣将在书中大写一笔。 这有什么值得写的? 朕自己的伤心事, 不让后人知道也罢。 哎呀, 我说太使令啊, 太使令。 你这个书呆子, 陛下的意思, 是叫你把它写成一个 不识人间烟火, 只知叱咤风云的大皇帝。 可你呢? 总要写他的七情六云, 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朕, 什么时候有这项意思? 你竟敢当了朕的面, 贬造圣旨。 臣不说句笑话, 陛下岂不是老想着这件事吗? 朕, 朕虽贵为天子, 若没有七情六云, 按你所说的, 朕还算是个活人吗? 不, 我无端下狱, 有什么罪可认? 你说皇上为了夺取一匹所谓的天马, 不顾万千将士和天下百姓的死活, 轻尸动众, 劳逼昌财, 你如此诽谤皇上, 你敢说自己没罪吗? 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呀? 哼, 你嘴上不敢说, 肚子里却在说, 此乃父匪之罪, 父匪罪, 正是, 当时, 我见你嘴, 翻了几番, 便知你在肚子里辱骂皇上, 难道这不是犯了负费罪吗? 天哪, 负费罪, 负费罪, 真是亘古未有啊!